至暗时刻,他坚决对五种邪恶说不,他曾经在绥靖主义盛行的时代,孤身对抗乌托邦体制,他曾经尖锐彭罗素,萨特等同代哲学家,但仍然获得他们的尊敬,如果说托克维尔对民主的贡献是毕露蓝绿,他对民主的贡献则是砥砺之称,他就是继梦德斯鳩,托克维尔之后,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,雷蒙阿龙。 雷蒙阿龙的伟大,不仅在于他深邃,冷静的思考,更在于,即便身处自由衰微,极权狂飙的至暗时刻,他仍然敢于挺身而出捍卫真理,即便与全欧洲的知识分子为敌,他也至死不渝地对五个邪恶观念说不,1917年,乌托邦体制在一战的灰烬中诞生, 凭借创造人类新纪元的宣传公式,很快成为西方人眼中人类和平、幸福、自由的希望。 所有痛恨资本主义软弱不公的知识分子,如萨特、尼赞、肖伯纳、阿拉贡,都热情地赞扬乌托邦。 就连鲁迅、胡逊等中国知识精英,也曾一度将乌托邦体制视为就是良方。 罗曼·罗兰最为典型,他亲眼目睹了乌托邦体制的罪恶,但是他固执地认为,一旦揭露事实,就会损害乌托邦的美好形象。 于是他坚持说谎,还抨击说出真相的几得是帝国主义的走狗。 在乌托邦思潮肆虐全球的岁月,全欧洲几乎只有雷蒙·阿龙,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反面,公开对一切乌托邦体制说布。 雷蒙·阿龙回忆录一书记载,阿龙从1930年代开始,就开始在报纸上揭露纳粹的暴行,并剖析了斯大林、希特勒体制的共同本质。 那里没有政治自由,人民通过投票的闹剧,获得一个主人的虚假名义,仆人却获得了生杀与夺的绝对权利。 那里没有个人自由,所有公职人员都只对上级负责,都在滥用权力,鱼肉百姓。 任何遭受不公的人都求告无门,那里没有思想、言论、科研等等一切自由,人人陷于谎言、不公和绝望。 雷蒙·阿龙甚至认为,斯大林体制的邪恶,远远超出希特勒,后者只是以国家压倒了社会和个人, 前者却是要垄断一切思想,消灭一切道德,使独立思考变成大逆不道。 遗憾的是,当时只有丘吉尔、哈耶克等极少数人,认同雷蒙·阿龙的警告, 西方的知识精英几乎都对他嗤之以鼻。 在一般人眼中,知识分子是以真理和良心来说服人,但其实,知识分子常常沉免于某些错误的意识形态而不自知, 并将其上升为不容置疑、不可挑战的新宗教。 比如著名剧作家、哲学家保罗·萨特对斯大林治下的乌托邦体制,就充满了宗教式的迷信和狂热。 1940年代,苏联官员克拉夫·勤科逃至法国,揭露了大Q洗、劳改营等黑暗真相, 支持苏联的法国知识分子,攻击他无耻造谣。 双方为此上诉至法院,结果挺苏派在铁证面前遭遇惨败。 萨特旁听了整个审判过程,却在事后公开声称, 他相信大清洗和劳改营真的存在,但仍然不会改变他对自由主义的敌视,对苏联体制的拥护。 面对这种只论立场,不论是非的意识形态狂热, 雷蒙·阿龙挺身而出,与萨特等人发生激烈论战, 并写成了他最著名的著作《知识分子的鸦片》。 阿龙认为,知识分子创造了三个新宗教,左派、大革命和无C皆J。 在上帝已死的时代,这些意识形态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白, 并且为知识分子的权势服务。 因此,他们比传宗教更自私、更反智、更霸道、更具传染性。 阿龙之所以将意识形态称为知识分子的鸦片, 不仅是因为他有毒,更因为他会带来虚幻的快感, 很容易让吸食者上瘾。 其结果就是麻痹自欺,无视现实。 阿龙进一步指出,大众由于迷信知识分子的光环, 不加分辨地接受二手知识,因此吸食了意识形态的二手烟, 于是产生了更严重的双重毒害。 阿龙为此反复警告, 知识分子必须竭力保持独立、清醒和谦卑, 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。 大众必须放弃对知识分子的盲目崇拜和道德绑架, 以免产生宗教式的狂热。 意识形态神话的背后, 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观念原因, 就是历史决定论。 很多意识形态声称, 他们已经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因果关系, 不仅可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, 而且可以预言未来。 于是, 他们一边许诺未来的人间天国, 一边用暴力强制所有人, 同他们一起奔向着美好的未来。 但是, 阿龙在历史讲演录中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历史决定论。 历史不是一条单向, 自动延伸的道路。 历史是由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每一个人组成的。 如果人的行为改变, 历史方向就会改变。 除了江湖骗子, 没有人敢自称揭开了未来之谜。 因为人具有行动能力, 而人的行动具有豁然性。 人是根据自己的欲求和理想来行动。 所有人的认识永远是孤立、 零碎和暂时的。 阿龙进一步指出, 任何人倘若声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真理, 可以解释历史的走向, 人类的未来都是理性的僭越、 虚假的画柄。 如果以美好未来为借口, 要求人们暂且忍耐暴虐统治, 那就是罪恶的辩护词。 在本书出版后不久, 哲学家波普尔以一本《历史决定论》的贫困, 对《历史决定论》发出了致命一击, 也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证明了阿龙的先见, 点击即可一件收藏终结乌托邦哲学的思想家, 卡尔·波普尔作品集。 无论古今中外, 国际政治都是充斥着阴谋论, 丛林法则的观念战场, 其罪魁祸首就是宏大叙事的观念体系。 宏大叙事无视现实的复杂, 蔑视个人自由, 鼓吹强权争霸, 因此常常导致自政预言式的国际冲突。 雷蒙·阿龙在其国际政治立作《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》一书中, 尖锐抨击了喜欢宏大叙事的政客和文人。 他说, 国际关系具有不确定性, 不能用任何模式理论去做简单的解释, 理论家必须尽早抛弃掌控世界的幻想。 尽管他多次精准预言了国际政治, 但他仍然坚持认为, 政治的走向取决于人们的自由决断和行为互动, 不上简单的利益和权力游戏。 他说, 考虑政治就是考虑唱戏, 考虑台上的演员, 考虑他们的决策、 目的、 手段, 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, 他进一步主张, 政治的核心就是审慎, 审慎是政治家的首要美德, 因为人类社会错综复杂, 治疗要想灵验, 就不可能省事。 审慎, 就是要衡量特定的局势和具体的数据, 而不是拘泥教条, 无视现实。 审慎, 就是宁要有限的暴力, 也不要惩罚假定的犯罪方, 不要追求所谓的绝对公正。 审慎, 就是确立具体的, 可以实现的, 符合世俗法则的目标, 而不是抽象的, 无限度的, 无意义的目标, 更不能绑架全民追求宗教式的目标。 如果说现代文明只有一个核心观念的话, 那就是自由。 然而在现代社会, 自由的敌人就从来不会以反自由的面目登场, 而是依靠歪曲自由, 滥用自由来达成目的。 法国大革命把自由权力写进了人权宣言, 但是革命政府却以国家自由消灭了个人自由, 死刑无需审判, 蔑视私有财产。 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, 就曾发出哀叹, 自由, 自由, 多少罪恶假辱之名。 在今天的欧美社会, 滥用自由, 歪曲自由的行为, 更是披上了骄傲, 多元主义的外衣。 其实, 雷蒙阿龙在《论自由》一书中, 早就批驳了以上种种对自由的滥用和歪曲, 并且坚定主张, 只有个人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, 因为一切文明价值的前提, 都是个体的价值和行动, 无论是国家自由还是社会自由, 无论是形式自由还是现实自由, 无论是古典货自由还是当下的自由, 无论社会自由还是精神自由, 都必须以尊重个体自由为必要前提, 否则一切自由都是空中楼阁, 放纵欲望。 1983年10月17日, 雷蒙阿龙突然在巴黎语世长辞, 知识界、政治界闻讯, 都表示法兰西失去了他的思想导师, 当阿龙在冷静揭露斯大林体制革命浪漫主义谎言的时候,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尚未面世, 直到阿龙去世多年后, 很多人才逐渐意识到, 历史终究证明了阿龙的先见, 英国历史学家朱尼托特甚至说, 在阿龙生前, 很多人将他看作法国保守派精英卑鄙无耻的化身, 但同样是这些人, 今天却将阿龙视为自由思想复兴的最大希望, 当年宁要跟着萨特错, 不要跟着阿龙队的口号, 已经随着时代的演进, 烟消云散, 阿龙的论敌们从未战胜过阿龙, 从前没有, 后来更没有, 雷蒙阿龙是乌托邦时代的伟大先知, 也是至暗时刻的自由灯塔, 时至今日, 人类的政治, 观念和文明, 再次滑向至暗时刻, 每一个渴望回归理性和良知的社会, 都需要雷蒙阿龙这样的知识分子, 我们也许无法成为像阿龙那样的先知, 但至少应该庆幸, 曾被阿龙的智慧刺痛过, 警醒过, 我们要去评论中, 我们要去评论中, 我们要去评论中,